這個一直增加 怎麼可能不蓋九清 不只要蓋九清 十清 十一清都要繼續蓋啊 那你剛剛講的那些話 這個數字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產業政策在規劃的時候 是一堆荒謬的事情 你看施言蔣部長說 跟馬總統報告 因為國防實話爭議非常的大 所以本來要開發兩期的 我們現在就開發一期就好了 我聽到這個非常生氣 那你如果是一個有Guts的政務官 你應該說 你們那些學者專家 那個環保團體根本不懂什麼叫實話產業 不光實話非該不可 我們的政策就是要規劃一期二期 不管爭議再大 我們是要化解爭議 我一樣要開發兩期 不然台灣未來會完蛋 那應該跟馬總統報告 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堅持 那就爭議這麼大 我們只開發一期 那就是爭議再大 連一期都不用開了 好像蔡市長在喊價一樣 對不對 結果這個只蓋一期 就是一二期合併 只蓋一期 產能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工廠數目一樣 面積差不多大小 工業感完全沒有改變面積 所以政黨教育說只開發一期 就是把它合併起來 然後還說三清五清拆掉 到印尼去重建 然後國防實話蓋在台灣 那為什麼不是國防實話去印尼蓋 三清五清在台灣更新 那你這樣的乙溪自給率不是又下降了嗎 你三清五清到了印尼 那你本來說你需要的乙溪 乙溪的用量這麼高 那你兩個清油裂結場還要去印尼 那這樣子不是都自砸嘴巴嗎 有時候這叫失言響 調侃他一下 好另外 國防實話可以太舊換新 對不對 用最新的設備機組 我們來取代三清五清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污染就可以下降 最新的設備最新的技術 問題是 彰化哪有舊的廠可以替代 今天如果說彰化有一座老舊的實話廠 今天說國防實話要來更新這個老舊實話廠 我們不讓他更新 那我們真的是白癡 我們真的是笨蛋 今天彰化哪裡有廠 可以讓他更新 沒有啊 你要去更新 你要不要說服高雄讓你更新 你怎麼會去把沒有實話廠的地方說 你要太舊換新 對中部空比區而已 就是新增加的污染啊 所以你看六清在這邊 本來國防實話環評 2006年到2008年也是在這邊 在台西 後來才轉到昭化這邊來 從2008年開始 所以你可以看整個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碎坡帶 退潮的碎坡帶到岸邊 這個地方六公里寬 非常大一個潮間帶 這樣的一個河口實地 真的是台灣僅存 所以你看國防實話一填掉 整個河口實在性 南北兩端都變成石化重工業 好 所以我們看增加的污染